大家好我是PonBone 本部影片來分享一下 是我們薑餅人之塔這個新餅乾一直出 那我們這個煉餅優先順序 要怎麼去做培育 以及還有為何要優先來投資金裝以及紅裝等等的資源分配 就本部影片會以這兩個主題來跟各玩家來做分享 那我們先前其實包含像是開服的餅乾推薦已經有講過了嘛 以及還有就針對像是屬性傷害為何很重要 以及還有餅乾們 相關那些特性啊還有裝備初步配置的說明都已經有談得清楚了 不過因為像我們開服至今 基本上每天都還有波拉就基本上已經連開直播開了16天了 那就有多數玩家一直在問反覆的類似的問題 所以本部影片就誕生了好嗎 那這邊來看吧 多數玩家在問的是說比方說像是7月10號的時候有開了這個加開困難章節 以及還有黑巧克力餅乾的加倍池 那7月17官方預計會推出的是我們公屬性的 檸檬皮餅乾 就公屬性的這個射手啦 基本上他的 整體的屬性相信呢是跟黑麥差不多的 那一樣就是有指定方向的連射 以及還有範圍傷害 那因為之前玩二測的時候其實已經有玩過檸檬皮了 我對他的想法就是公屬性的黑麥 他並不會有一個很高額瞬間的傷害 那很高額瞬間的傷害呢比較像是黑巧克力這種需要搭配蓄地疊層 那我自己在直播的時候啊搭配其他玩家們的比方說搖滾增傷 或者是一些什麼電金術師給的簡易之類的 那我是有打出10萬以上的傷害 那所以黑巧克力他的玩法真的是不太一樣 那如果你們是真的很期待檸檬皮的玩家 我會跟你講說他的玩法有點類似像黑麥 那他呢不會有一個很高額的瞬間傷害 他的話呢就是變成是要有多段的傷害搭配可能就是 範圍的技能 就變成他是中高輸出 他並不是瞬間的高輸出 這邊要先特別說明喔 好回到重點 我們這部影片主要來講的 就是有玩家們在提到 比方說可能 開服至今也17天了嘛 可是現在機率提升的餅乾就已經有3隻了 那可能他自己的奶油蘇打可能才2星 黑麥可能也2星 那究竟我剩下的鑽石 是要等新餅乾 還是 我要繼續把我的舊餅乾升星給升上去呢 那這邊來看吧 我目前的餅乾黑巧克力黑麥跟奶油蘇打 都已經是滿星了 我在直播的時候其實一直都有跟各位玩家有提到 就有關於說我們餅乾 升階的時候呢會有所謂的被動能力提升嘛 那三星的時候呢 你加了這個三維的素質 其實加了就非常的多 4星到5星基本上就是直變 以及還有他的完全體的狀態 有點像黑巧克力的部分 我們這邊4星的時候呢 是你本身的小招 範圍的傷害就高非常多 5星的時候呢是我們的絕招 還有透過所謂的防御穿透 藍人包就是你的那個傷害打Boss一些的那個倍率就有額外的提升 所以你這邊傷害假設我是10萬 那我5星的時候呢可能我可以打了13萬之類的甚至是更高 那黑麥的部分也是一樣 我們這邊4星的時候呢 你衝刺就可以直接補子彈 所以你攻擊的頻率就變得更高 5星的話呢 是你的絕招以及還有小招 都吃我們的這個被動爆傷增加的效果 所以他的傷害也是更高一層的喔 奶油蘇打也是一樣 我們這邊4星的時候呢 你相關波浪搭配小招的疊層 直接最大層數減1 等於你每放一次小招有放好搭配普攻就多一個波浪 然後再來你5星的時候呢 必殺技是波浪滿層額外再放一個 所以整體的傷害都是非常的誇張的 懶人包就是你真的要練一隻新的餅乾 麻煩請先把你一個重點的餅乾 至少要拚到4星 真的資源不足的玩家 就先拚到3星吧 3星的話呢 你至少是有一個完整的三維屬性的提升 那就是這個是給小客玩家的建議 或者是無客玩家的建議 那如果你是 比較偏向有客 可能有點強迫症的玩家 我會建議你4星 你就是先4星了之後 再去練其他的餅乾 然後再來 等級的話呢 我建議你們 至少的話呢 是要拚到51級 因為51級你要在突破的時候呢 他會加了更多的屬性 所以突破這個很重要 我看到有玩家在我留言 我有跟我講說 蹦蹦啊我一直練餅乾 可是我的戰力就卡住要怎麼辦 絕大部分的是因為 他看到突破51等的時候呢 要的這個突破時的數量非常多 所以他就覺得就是說 這個耗材好多 我就不想要先升級 可是51等你突破上去 才會加更多的屬性 然後在51到60你加的這些屬性 才會讓他變得更高 你這樣再打一些討伐或者是玻璃迷宮 甚至是分裂之塔 你才有多的門檻 可以突破到下一階 以及你每日相關的耗體 你獲得的資源才會更多 就目前我們加米人之塔 其實他每日獲得的素材量真的是不足 所以我知道有多數的玩家 可能玩起來覺得資源卡卡的 我的懶人包建議 你先好好練好一兩隻再說吧 假設你是真的開服到現在 你的奶油蘇打可能只有三星的小客玩家 那也沒關係 你的奶油蘇打至少要練到51等以上 那之後你再來考慮看看是你要練黑巧克力還是黑麥 那要記得你每練一隻餅乾 你再投入相關的資源 也都是3到4星的之後 再投入下一隻 反正到最後面 玩家們 會因為要打玻璃迷宮的關係 進而你是必須要練相關的這些 可能全屬性的餅乾 都是必須要練到的 那往後你可以一個一個 每一隻再來做培育 也不遲 目前的玩法真的是這樣子 那不要因為目前遊戲可能出了黑巧克力 或者是出了什麼未來的檸檬皮 然後導致就是說 我現在是不是究竟要抽新的餅乾之類的 你新的餅乾真的抽到一星用下去也是有點辛苦 那像黑巧克力的話 你至少也是要有兩星才有效果 甚至是剛剛講的黑麥 你要到四星才有 衝鋒可以補子彈 那基本上用起來都是卡卡的 那所以未來就算可能7月17號出了什麼檸檬皮 那你真的沒有投入到一些資源的玩家 可能是你的黑麥或者是奶油蘇打都還沒有練好的玩家 我建議你們是不一定要先去抽他的 除非真的對檸檬皮這個射手有愛 那你至少有可能一兩百抽之類的 那你要抽新餅乾 我就完全沒意見 跟大家來講一下這個優先的資源分配 要練新餅乾之前 你舊的餅乾 至少要練到51等以上 以及還有你的星數 至少要有三星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餅乾的部分 接著要來講一下是有關於金裝紅裝 就是為何優先要來升級 那我知道有些玩家看到這個畫面可能會比較惱火一點 那必須要先容我講一句話 我們目前開服到第17天吧 拍攝影片的期間 每天只要有一些相關的一些資源禮包 討伐券要補的 我全部都把他拉掉了 所以到現在我目前的紀錄可能打了350幾場吧 可能快400場 那相關的討伐券呢 全部都有用課金去買的 並不是像說有些玩家可能他就是一直刷 只是刷好玩的無消耗券 然後可能來跟我講說 我自己也打了五六百場啊 那怎麼會都沒有這些金裝呢 因為我後來我有去問一下其他有課金的玩家 基本上在400場內 的情況下可能可以達到的相關的數字 所以這邊大部分我對比了一下 有些玩家差不多都是3到7個的金裝 目前我問到的是這樣子 先看一個紙裝的部分吧 我們紙裝這一邊啊 你升到60等的時候武器 會有提升44%的攻擊力 以及還有一個固定的固有能力 金裝的部分你升到50等的時候呢 就有45.5%比紙裝還要高了 以及還有你這邊是指定餅乾的固有能力 所以其他餅乾套用的話呢是沒有的 以及還有多的兩個的潛能嘛 潛能的部分你就是可以用屬性捲去抽 那你記得就是要刷分裂之塔 那這個之前都講過了 我們這邊來看吧 分解模式如果你這邊分解掉了60等的裝備 你所需要造價的金額是145萬 那你這邊如果是用我們一般50等的金裝 也就是裝備到50等啊 你耗的造價呢是只要40萬的 所以對比下來一個是145萬 那另外一個呢只要40萬 所以如果有金武的玩家優先的話呢 是以金武來投資為主 你本身我們這邊50等 攻擊力就是45% 一般的紙裝呢 你到60等 才有44% 而且造價還多了100萬 那雖然紙裝他本身就有一個固有能力 但是他的這個相關潛能的格子只有一格 但是你金裝的部分呢 我們這邊 雖然固有能力是指定餅乾 但非對應的餅乾 你依然還是可以用潛能的兩格 去洗你要的屬性 OK 所以光是這樣子 造價差了100萬 為何我們會說一定要先練金裝而非紙裝 那我們的防具也是一樣 我們的帽子的部分這一邊 提供的 他這邊的話是所有屬性增加 50等的紅裝就有27%的所有屬性增加 那你這邊60等的紙裝 是26% 整體的數值也是少1% 那雖然有多了一個固有能力 但是也只有一個潛能 然後再來帽子的部分 除了有固有能力原本的之外 你這邊你洗下去的時候呢 他依然是有兩個的潛能 我這邊就洗一次給大家來看 然後再來我們裝備分解的部分呢 這個造價也是一樣 50等就是40萬 然後再來60等就是145萬 所以有紅裝跟金裝的玩家 優先去做培育 你整體的耗材呢 只要80萬 我知道看到這個畫面 可能想要我按分解啦 但是我不會啦好吧 那接著一定會有玩家們問說 那是不是全部的紅裝 數值一定都比紙裝好 這個不一定 那比方說像這個毛帽嘛 有這個護盾強度增加 或者是生命值增加 優先的話就是給辣椒碎片的嘛 但因為他的固有能力就是加生命值了 那反而你其他一些帽子 可能比方說這個本身的話呢 就是加暴擊傷害 如果你的潛能沒有洗好的話呢 紙裝的效益 依然還是比紅裝高的 這個是額外的特殊案例 就你的這個紅裝啊 你是要優先去練沒錯 因為他相關的這些屬性造價是比較便宜 但是你還是要有一個好的潛能屬性 你才可以洗到比較好的這個裝備能力 這邊特別講 不然像是防具啊 或者是還有我們這個褲子的部分 OK一個是加防禦跟生命 那這個如果資源不夠的玩家 不需要優先去拼生的 就是最主要其實要生的 是要生你的武器 以及還有你的帽子 那這邊才會有所有手心傷害增加 以及還有攻擊力趴數的增加 那其他的呢 就只是生生命值 以及還有防禦力 那固有能力的部分 都是看裝備 以及還有看你自己 潛能的這個洗到的東西而定 那以上就是我們目前 針對像是剛剛前面講的 餅乾優先投資的東西 以及還有我們裝備的一些注意事項 希望這部影片講的雖然是有點隆藏 但至少可以跟各位玩家來講一下 在一些小細節的地方 其實你也是可以省一些資源的 再來還有 需要拼一點點的運氣 祝各位依然在討伐的時候 都是可以打到金裝紅裝 再來還有就是開開直播 跟大家一起打討伐 那希望大家都是那個歐氣爆棚 好啦那有任何想法歡迎留言 那這個小小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龍蹦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